現在我們正在申請預受留花同意書 預計明年就可以獲得 獲取了預受留花同意書之後 我們會看回市況的情況 決定什麼時候去推薦 第一季有沒有機會? 希望 其實我們的項目就是 剛才所說的我們由兩房到四房 主要我們的標準單位就是 有434呎到1686呎 當中就是400多呎的 會有一部分 大概是30伙左右 另外還有680至700呎的單位 大概會有50伙左右 另外我們還有30多伙 就是比較大的1600呎單位 還有一些特色單位 預計關鍵日期 預計是2026年的第一季 原來這個都是按著 繼續推出的一個本 其實你們本身預期 以及實際上的差別大幾難 其實我們曾經生項目 就是地段比較獨特 我們會認為這些這麼有價值的貨 其實就沒有需要在 按照一個好的市況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推手 所以其實我們看回一個 這麼有價值的地段 和這麼有價值的項目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會採取善價而沽的適售策略 那有沒有說明到時開價 有會參考一些什麼 其實我們當然希望可以做到 區內分層單位的創新高的價格 實際上我們會去看回 審視香港的市況 都是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們是希望可以是 適售和善價而沽 所以我們會看回市場的情況 才要再決定會不會做推手這個動作 區內新高的意思是用東半去計算 還是用大坑道 應該是炸電衫 有沒有參考一些什麼對象 現在比較貴的是 可能是黃帝 波魯島 裡面是這些 或者是Pick Sand 其實香港的樓市的底氣 我們覺得是挺好的 包括貸款的比率其實不高 還貸款的60%多的住宅 已經是沒有貸款 另外就是過去的各種辣椒 其實都已經可以說是炒價而絕跡 另外就是壓力的測試 銀行過去幾年的做壓測 其實對小主的保障也很大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 在一手也好 二手也好 業主的持負能力也挺高 在這個底氣這麼好的情況下 現在看到好像有一點點調整 其實加息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這個是比較大的一個心理影響 為什麼會 如果我們這樣說 就是最近看到的息口似乎都見底 亦都預計明年就開始減息 再加上其實政府減育之後 有很多的高財通先免後症 ING的一些的先免後症的政策 其實都是會幫到香港會有更加多的需求 需要的情況就是當個心理因素 或者有少許改善 或者開始減息的時候 我們相信那個上升的獨力會再回來 但是預計會不會有些針對性的特別優惠的政策 好 那這個等於受留班已輸出了之後 我們再做個消息部署 遲些再跟大家交代 請問一下總投資額是多少 總投資額大概是50到60億 這新聞下有警官看見 有沒有說有多少單位是會看到維港 這樣可以嗎 都是絕大部份 我想有七成的單位是會看到維港 哦 當然 特色單位那裏為何要維修 即是維修、傳層還是維修呢 特色單位我們是沒有做維修的 我們都是做平層 因為其實我們相信 我們的建築團隊的同事都很精心去研究 其實平層的單位會比較受歡迎 即是維修、傳層還是維修、傳層 是 沒錯 大家都問到 如果說善價而估的話 善價而估是否打算招標 還是會出價單買 這個就是下一部銷售的部署 就是等我們那個維修、傳層 和維修出了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交代 兩個單位其實都有機會照標 是否有甚麼意思 這個是要跟志銀做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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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